对佛菩萨的信心 要建立 佛菩萨还会骗人吗 人会骗人 佛菩萨 圣贤人 决定不回骗人 要相信 他教给我们的五界十善 在他的身上 一定是究竟圆满 那五界里面有不妄语 世善里面 有不妄语 不妙语 不其余 不悟口 大声 大声 教化众生 无疑不识 心心疾 他要教人 他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才能教人相信 才能教人服从 我们对佛菩萨 存一封怀疑 这是不道德了 这是对佛菩萨 他不公进 你怀疑他 你把他当做什么人看待 错了 法没有错 佛没有错 我们自己错了 信心为什么生不起来 对于事实真相 了解不够程度 如何建立信心 那就要靠教学为先了 佛菩萨的方法 古身先行的方法 教导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宣修 从这个地方 建立信心来 你学习的功夫越深 信心就越大 越深 帮助你建立信心 那么有一些人 像海鲜老婆生 海鲜发死 他们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一生 没有念过一部经 他有成就 有大成就 那什么原因 善根生火 这个善根 不是这些神学的 故事 深深实实 培养的善根 那这个善根 就是我们俗话说 老实 真老实 你说什么 他都相信 你骗他 他也相信 像老德老人 别人骗他 作弄他 他喜欢念佛 喜欢拜佛 你告诉他 支住石头 这石头里都有佛 他马上就磕头 去礼拜 他当真啊 牛粪 指着牛粪 这里就有佛 他就给牛粪 磕头 别人哈哈大笑 他锡弄他 他说他修真实功德 他那个头看下去 那真地有佛在 别人看不到 他能看到 一切法 从心向神 从自己的心向神 自己心中有佛 人家说哪里有佛 他看真实有佛 法身佛 无处不在 无实不在 那法身佛是光 光中有佛 真诚到极处 别人看不见 他看见了 所以 决定不能有怀疑 怀疑的人 没佛 怀疑的人 有业障 我们几时 业障小禁了 自己知道 像海青海鲜一样 对佛菩萨 一点都不怀疑了 那就是 业障小了 善根福德 谢谢了 有这样 善根福德 心里面的佛 没丢失过 无论念佛 不念佛 心里都有佛 心里只有佛 除佛之外 没有忘念 没有杂念 这个人 决定往生 而且平位很高 世间人往往瞧不起 业障重啊 看到这些人 还批评他 毁谤他 误辱他 造无量罪业 佛菩萨可以原谅你 鬼神不原谅你 造业的人谁管呢 鬼神管 佛菩萨不管 你善根福德 献起 有心 有悦 念佛不间断 到时候 阿弥陀佛来 接力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是 你振得了 究竟圆满 往生到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是 究竟圆满 发脏比丘的 本命 它就本月 兑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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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